早安啊 我們今天來玩一款新的遊戲 這款遊戲是一個倖存者類型的 大概出了半年了 它的原價只要68塊 現在特價16塊 因為它進到了脫離的測試版 進入了正式版了 所以 我剛剛正式版的測試版 應該沒有講錯吧 總之現在 原本只有一張地圖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沒有玩 但現在它有4張了 然後還有一堆可以去調整的難度 你可以難到很難 難到一開始進去就死掉 然後 也可以 慢慢玩 然後 它的風格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那個 殭屍性存者這樣 2.5滴了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 更多的 能力 OK 光之怒 為什麼都是魔法 等一下我選的是對的嗎 OK 作為一個只要16塊的遊戲 我覺得它的 它的那個整個的感覺還不錯 雖然說3D的那個建模沒有到很好 你用看了就知道3D建模沒有很好 但是 玩起來是不錯的 繼續 我死掉了 我死掉了 玩 等一下 這跟我所想的有點不一樣啊 我改玩另外一個法師好了 玩個法師 然後 殘暖速度少一點 好熱 來一樣打個森林 對對對 我們不要被怪摸 因為我們剛才是經過到 經過怪旁邊的時候把他弄死的 所以 我都貼著怪打 然後 不小心就死掉了 熱唱鏘 好 然後他那個火球怎麼回事啊 看一下喔 我們來個 薩利爾 然後 奧術風暴 只能選一個 好 我覺得我們可能 遠距離的法師會好一點 加一點 奧術風暴 升級的節奏也蠻快的 所以你如果喜歡倖存者類型的話 做為一個16塊的遊戲 我覺得是可以買來玩一下 當然原價是要 68啦 因為 剛有說嘛 他出了正 他現在變正式版了 王來了 第21波 王是不是遠遠就被我們打到快慘啦 對 王個直接秒掉了 來囉 欸有 17可惜了 史詩 不過目前的難度真的還好耶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挑戰更高的難度 不知道他一輪到底 多久才是一輪 OK 差不多了 然後 再加一點運氣吧 來了 王 王的音樂倒是也挺棒的 王勒 王怎麼剛才飛過來一下就不見了 在這邊 6 10 12 不錯了 還可以再來一輪喔 OK 我看一下我們可以直接結束這一輪嗎 有了慷慨就義到了35集 然後他沒有時間限制你想玩多久好像就可以玩多久的樣子 來然後我們現在有超多錢我們可以結束我們想要的 那個賭徒 好 遊俠 遊俠 遊俠好了敏捷也是意志力 和尚 OK 我們來解鎖一個遊俠 然後 把難度拉高 增加速度 拉到最高 我無法跑動 有20%會施放錯誤咒語 有20%會施放錯誤咒語 就可能會施放不出來就對了 先這樣 我們先把速度拉高 然後我們 去打個 我自定義符號設備打到更高 什麼意思啊 這樣子嗎 不行啊 自定義符號 看一下商店有什麼 綜合商店 喔 這是我們可以升我們的那個 能力 然後這個來 每次升級級別會增加 而且其實升級都蠻貴的 角色倒是蠻便宜的 啊 我要直接用那裡面的錢去買 去買他那個 新的地圖 反正不用額外花錢 然後我們是 遊俠嘛對不對 好貴 然後 看一下 每升級可以多投一次 額外的投射物 這感覺好像蠻重要的 再來是 每次升級 增加5%的HP 好像不錯 而且好便宜喔 好便宜喔 OK 先這樣 來 我們來玩看看遊俠 然後這個不要打開 我們來看看這個難度會如何 喔好暗喔 然後遊俠跑好快喔 欸不對是因為我們的移動速度加快了是不是 對然後怪物的移動速度也變快了 所以是大家都變快了 是嗎 是這樣子嗎 然後來個 兵集 風暴召喚者 技能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我們沒有點 看一下 我們全部點敏捷吧 移動速度有差啦 有差 OK 然後 這個 速度點起來明顯有感覺到 壓迫感 有沒有有沒有 速度點起來 明顯壓迫感 高很多 我剛才看很悠哉的講話了 現在不太行喔 而且怪物好多喔 這怪物好多 可用咒語 來 有些錢在裡面拿不到 好痛 哇 他也有說難度 可以自定 我沒有想到差異到這麼大 來個 流星 天馬流星拳 然後繼續再明顯 喔 有了 然後我只要施放魔法 好像就會回一點點的血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不用害怕 受傷 我只要衝進去拿東西 對 衝進去拿 才可以升級 好 流星打擊 可是我敏捷 我拿到都是法術 我有點不太 不太懂他的法術是指 嗚 OK 加二 敏捷 然後敏捷再拉 抗傷 抗傷看的是敏捷 所以我們如果升到很高的話 被打比較不痛 來 那10點 8點 喔那個是6啦 OK我們的那個 技能有升級 喔喔喔喔喔喔 哇 哇 唉唷好險 剛好瞬間補了一下血 欸等一下 怪物怪物好像強很多欸 欸強的有點太多了 等一下 哇哈哈 我們直接被逼到角落欸 就是我們連要吃升級的都沒有辦法 可以 先升一下我看一下好 意志力 敏捷就是意志力 所以我們全部把它點起來 OK 喔喔喔喔喔 哈哈哈 對嘛 這樣才倖存者嘛 非常的倖存者我的天 前面還說很簡單 前面還說很簡單 OK完了要死要死要死了 哇 哇 哇 看一下奧術好奇心 這個 可以多一點血 然後我們看可不可以用別的角色 這跟什麼東西啊 新的章節 我們來個 牧師 裝範圍最大 然後10級10 可以跟10級奧術合併 所以他也有技能可以去組合的部分 玩個牧師好了 然後 然後一樣的速度吧 我覺得這個速度玩起來 嗨 這個速度才才對 那我覺得這個速度去打森林可能也會蠻有趣 OK 來來個劍羽 他說劍羽可以合 下面有寫 可以合併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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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比較適合大範圍的技能 魔法書已經出現了 魔法書 什麼意思 看一下喔 魔法書 迷幻避雷 然後 還加一點 我就隨便亂點了吧 我不知道點哪一個 OK 喔 我們場上有一堆東西在亂飛 OK 可以可以可以有把他們清掉可以 有新點書可以用 看一下 然後王好像來了 光之怒 暴風雪 然後 好像只能點那個 看一下王 來了 王來了 前面王應該算好打吧 智力 點起來 我們應該要點那個增加範圍對不對 感覺要增加範圍 加10好難出現喔 他如果增加範圍的話 我們那個都是 我們都是範圍傷害 所以 增加智力會有 法術區會更大 我們就可以打到 可能打到全 螢幕的傷害有沒有可能 哇這7點 好一點點錢也可以 幫我們升了一下劍羽 劍羽感覺不太像是木屍要用的東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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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怪跑好快就跟在我們後面了 對 對耶 快快快快快 補滿血太好了 我們只能在邊邊移動 有一些可以補血的 那拿一下療傷 好痛 好 繼續把 範圍給拉高 好 然後 衝人也拉高 然後他說哪個跟哪個合我已經忘記了 我們應該要趕快把那個 技能升到 兩個可以合在一起對不對 應該優先選那個的 應該優先選那個 好 目前還可以活著 然後為什麼 範圍外 在範圍外也有一些 那個寶石啊 好痛 好 這個 不然跑出來嚇人 OK然後我們繼續點 為什麼 那個 法術區 變小了 剛剛不是已經蠻大的了嗎 來OK再升級了 哈哈哈哈 要玩起來其實 蠻嗨的呢 法術充能是可以讓我打更快 更快釋放的樣子 我等一下會死了 哇哇哇哇 好 繼續 然後 他這個打起來超high我的天 哎呦補血了 紅色的是補血了 應該是紅色的應該是補血了 哇 他的補血給的也很多 就是你在不斷扣血不斷補血之間 去尋得一個平衡 然後你放魔法也會 我們剛有點放魔法的時候會再升 血量 所以我們可能要把那個點的夠高 我們就可以在怪物中間來回傳說這樣子 喔 兩倍數真的很可怕 哇 完了我先死一滴了 完了沒有補血的 沒有補血的 哇 慷慨就義 我只獲得了1380金幣呀 就是你要活躍久 像我們剛剛那一輪就拿到很多 打到後面他才會 有比較多的金幣 對我們先 看一下 增加補血 獲得一點治療 每級可以獲得一點治療 我們其實有點的了 加一點再生能力 免傷機率 免傷給他拉起來 好 我們再玩一下別的角色 合上來看一下 擁有最高的法術傷害 在物理能力相應減少 把他解鎖 然後 我們來玩第一輪看看 然後受到傷害加一倍 這樣我們錢會比較多 那無法跑動看看 無法跑動會怎樣 第一個 他的難度真的是你完全可以自定 這是我們剛才覺得 哇這個無法跑動 無法跑動太難了吧 這個誰過得了啊我的天 再一次再一次 來來無法跑動把他關掉 一個是錢一個經驗一個是療傷 喔這範圍好大 來個奧術火力王 在時即時跟神聖審判合併 神聖審判 綿羊催眠 然後 綿羊催眠 奧術審判 我們試試看可不可以把他們合併在一起 10級的時候 就我們現在其實來打第一輪比較簡單 然後怪物 怪物的速度加快 這速度加快打起來的節奏就比剛剛好很多對不對 對好很多 好 米羊催眠我們也拿一下 10級跟正義之錘合併 啊有了 OK 然後我們加一點 加一點充能 OK 來 我還是會忘記哪個跟哪個合耶 聖義之錘 他這個正義之錘好像只有我自己正上方 對 他只會打我正上方 然後 他範圍好大喔 喔範圍超大耶 超大 OK 然後傷害好痛喔 傷害加倍真的蠻痛的 收割起來其實蠻好玩的耶 速度加快啊 難度有起來真的好玩 10倍 10倍啊 10倍好像就這樣 就是加這個 我把那個範圍再拉大好了 這樣 喔喔喔喔喔喔喔 超大 超大 來 哈哈 來來 直骰子 11 有錢了 水啦 這個就是要打王 打到 打到王然後給錢 然後打小怪賺的其實好像還好 後面還有兩關沒有過來 我覺得我們在到第二關其實就有點硬了 後面的關卡感覺起來好像 更難打 好看 OK 來 我們一樣打到個30輪 加3 然後 他的法術範圍是不是會隨著 升級變少啊 奧術火力王 哼 我看 我們正義之鎚快升到10級了 我不知道哪裡可以顯示 奧術之鎚要跟什麼合在一起 在10級跟零炸合併 啊 什麼升零炸 你按12c可以看到 OK 這大範圍打起來感覺很棒啊 好 零炸 OK 然後 點數 範圍 然後 衝能給他拉起來 這樣不錯這樣不錯 OK 那吃東西然後升級升級看一下 我們繼續把 衝能拉起來 然後正義之鎚快10級了 10級了 OK 接下來我們繼續把零炸也升到10級 看看 會變怎樣 有3點可以用 喔好痛 摸到一下血 超痛 這邊有點補血 拿一下 這大範圍的傷害 打起來感覺很棒 OK 這個先升上去 零炸升上去 這一隻船可以繼續升 好痛哩 丟10波王來了 王在哪裡 我們需要王的寶箱 3點可用 這隻船 零炸 零炸還要再升4點 然後我們繼續把 充能拉起來好了 這個 王呢 沒有現在怎麼變回19波了 還是我看錯了 對了 我看錯了吧 來 啊我應該先升零炸 因為他要10級才能合併 來了來了 王是不是被秒了 王好像被秒了 哈哈 對 王剛才 出來的瞬間 直接不見 我的血量 好痛 所有小金幣 他那個升級不知道要不要寶箱 不知道要不要寶箱 如果要寶箱的話我們就 我知道了 我們要我們現在就可以沾遠地不動 對不對 如果我們的範圍夠大的狀況上你看 是可以沾遠地不動然後一直刷怪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省 不能跑動 對不對你看 但是不能跑動我們我們也拿不到東西啊 我們拿不到東西 不能跑動是要怎麼 要怎麼拿東西啊 對 對餒 不能跑動要怎麼拿東西啊 不能跑動連升級都沒辦法 那個到底要怎麼過啊 可能如果 你有玩這款遊戲再告訴我們 不能跑動該怎麼 該怎麼過關好了 應該在前面就死掉了 好啊 然後我們繼續升 範圍再把他拉強 然後咒語 零炸 差不多打到30波的時候我們應該就可以 我覺得這隻好強喔 哇 這隻是目前玩下來我覺得最強的耶 因為他都大範圍直接砸 如果我們用和尚去打 去打剛才那一關說定不錯 然後我們今天可能就不會玩賭徒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再買下來去玩 玩看看賭徒是什麼樣的角色吧 感覺應該蠻 有趣的 這種類型的遊戲只要是那種賭徒啊 然後那種一陣一席的角色通常都會很強 喔 通常都會很強 OK 兩個可用咒語 欸 力量點滿可以反傷敵人耶 我剛才注意到 然後零炸一直沒有出現 30波了 王者被秒了 可憐的傢伙 10波了 喔 升了3級零炸 喔 終極一拳 來了 終極魔法 正面高傷害 冷卻時間中等 應該就是這個了吧 看一下喔 應該我的零炸 10級了 對 10級會合併 合併 合併是這意思嗎 這傷害 這傷害 可是我們這一輪錢好少喔 應該是剛才那一輪寶箱 運氣比較好 我就骰到比較多寶箱 所以他一次升級就給很多錢 我們再打一下打到 打到40輪好了 哇 一開始玩 一開始玩他難度不高的時候就好像有點小膩 可是難度高起來 那耗起來感覺很棒耶 而且我們現在才玩到第二關 後面的關卡感覺會更棒 然後 這個範圍 他的額外法術範圍會越來越少 就是他會有一個 就是 這樣玩原神有一個詞 是什麼忘記了 就是你同類型的屬性 疊太多 會 效用會變差 嘿 但我 熊熊忘記 那怎麼講了 如果你知道的話就幫我補充一下吧 這同類型不能疊太多 反而效果會不好 終極一拳 感覺可以耶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合上去打另外一個難度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算個 What 我被摸到一下我就死掉了 你還放這個音樂 太悲情了吧 摸一下 一下就死了 河邊要三碗才買得起 然後後面要五碗 所以你可以慢慢玩到新的 摸一下就死了 是怎樣 我看一下 有雙倍法術打擊機率 天啊 受到傷害之後可以放魔法 然後初始的智慧 初始運氣 這個都便宜的可以先買 摸一下就死了 真的超兇 超兇 好啦我們來玩看看剛才另外一個的那個 一樣是合上 然後我們就不要貪欄加金幣收益了 他還有其他的難度 所有HP再生變成金色就無法治療 然後所有狀態從零開始 這感覺都很難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我們來再一次廢棄塔羅挑戰一下 OK 然後迷幻堡壘 有靜電充電速率跟箭雨合併 迷幻堡壘 光之怒是跟奧術風暴 我們看一下 奧術風暴 我們自己這個傷害 好像蠻強的 然後 先點到一定 點到他開始變成1.5的時候 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這個好像沒有很好用 哇他那個 小小的小小的柱子 也不錯但是感覺沒有很好用 新的咒術 兵集 跟火靈合併 我可以重選 不能我不能重選 好 奧術風暴嗎 我們剛才是奧術風暴跟光之怒 所以我們刪看 魔法書已出現 魔法書出現在哪裡 他每次都講魔法書已出現 他每次都講魔法書已出現 魔法書勒 這是魔法書嗎 奧術 神聖粉牌 等一下我現在是什麼 我現在是光之怒跟 奧術風暴 那其他的我們就先點 奧術風暴跟光之怒兩個要點就好了 然後其他魔法我們就加減 加減啦 喔這範圍好大 超棒 對這一隻 和尚打這裡 因為和尚是光頭 在這種昏暗的地方 他反射光芒的能力是最強的 亂講 OK王來了 王都不搶 所以 後面的王書應該會搶啊 哎唷唷唷唷唷唷唷 快死了 哇 而且因為 因為他 魔法很多 所以你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你到底有沒有撞到點喔 加10 可以可以可以 光之怒 奧術風暴 光之怒 奧術風暴 好 再來我們要把 開始減少了 喔 才說要撞去 來 我還可以再試一次 這骰子 重骰是這意思 對從我們剛剛有點到一個重骰嘛 這邊骰子實在不好 所以你可以重骰一下 哇好痛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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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超難耶 超難耶 你看 這個是什麼 看一下 喔 我可以自己編輯一個英雄 我可以自己編輯一個英雄 而且還蠻多 蠻多可以選的 還蠻多可以選的 然後初始魔法 然後初始魔法也可以改成你想要的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剛剛那個 正義之錘 靜電 劍魚 然後可以合併的都在這邊 我們一開始剛剛那個是什麼 就是和尚那個技能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和尚的初始魔法是什麼 是靜電 喔 原來那個範圍這麼大 是靜電 喔我還可以多買好幾隻耶 我可以多買好幾隻 然後 衣服 塞亞人 來 然後 我的點數很少 對我的點數很少 OK 然後我們來一個靜電 靜電 好 然後 這個是什麼 只要7級就可以有終極技能 喔 那我們來用看看法師好了 兩個7級 好 然後靜電是 跟10級導彈合併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選個導彈 這樣 OK 我們就可以用他去玩 然後 跑動速度稍微 慢一點點好了 一點點 不用太多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OK 可是角色 圖看起來是妹子裡面的人物是 男生 這可能還要再調整一下 對可能再調整一下 而且 他沒有像和尚一樣可以瞬間 範圍變大耶 哇 沒有瞬間變大 好像就沒那麼厲害 然後 然後 正義之鎚 導彈 OK 然後點數我們再 拉起來 正義之鎚範圍不夠大 好像還好 不過其實不錯啦 因為他 他會在空中停一段時間 所以當你移動走的時候 追在你後面的怪物 會不會被正義之鎚給耗到 所以也算是不錯 對也算是不錯 然後速度我慢一點點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好像難度真的有好一點點 沒有那麼可怕了 但也是蠻可怕的 正義之鎚 火靈 跟冰極 不要 爛 OK 這邊 這個拿一下 有點錢也不錯 不過我們需要的是經驗 而且不是每個怪都會掉東西啊 不是每個怪都會掉東西 我們把 區域再拉大一點 光之怒 我們是 我們是那個導彈 魔法導彈對不對 王來了 前傑王應該很好打 我的血靠好多 魔法術以出現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有了 好 好爽 9點 建議之鎚升級 他只有給錢也會讓我們升級技能 我又死掉了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我覺得 我覺得他要 他要那個 慢慢把點數調上去 才會比較 打得比較輕鬆一點 或者說我們一開始在選擇那個 這個速度的時間 然後魔法冷卻的時間 還有 產卵速度 這個我們 都可以去調整自己的難度 對可以很難也可以很簡單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遊戲的特點就是這樣 他有那個隨機性 然後還有你可以自己調整你要的難度 然後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升級 你還可以自選你想要的角色 所以作為一個 16塊特價的遊戲 我覺得 消磨幾個小時是絕對 絕對沒有問題的 而且他的難度真的很可怕 如果你有辦法在 不知道有沒有人 如果你到時候有買這款遊戲 你把全部打勾 然後這樣 過完第一關就好了 你如果過完第一關的 再跟我們講一下 後面的關卡感覺又難很多 尤其第一關跟第二關的難度其實就差蠻多的 我覺得這款遊戲還不錯啦 所以 撐特價可以買一下 如果你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特價已經過了 原價是68塊 就看你要不要等特價 好啦 那之後如果還有一些有趣的遊戲 再介紹給大家囉 那我們就是下次見啦 掰掰